大家好,经常看我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我是非常喜欢使用浇素的 家里一直都有很多的浇素,也不断地在做新浇素 这桶就是我新做的波罗浇素 也分享过很多有关浇素的制作和使用的视频 浇素常见的普遍的使用方法就是用来浇水或者施页面肥 其他的博主在分享怎么使用浇素时,都是要稀释100倍甚至500倍 这样使用的话,我们做一桶浇素会用很长时间 10毫升的浇素要兑1000毫升的水,也就是一升的水 1%的浓度是非常低的 这样用浇素,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的 浇素是综合的肥料,不管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都要加一些水 如果严格的按比例做浇素的话,是1比3比10 也就是一份的糖,三份的厨余,十份的水 做浇素的有效厨余材料占比还不到25% 其他的是水和糖 我做浇素的用量比例不严格 通常都是厨余果皮比例比较多 有时能达到50% 所以从浓度上来讲是比较高的 我给蔬菜浇水的话,一般是兑水20到30倍 我一直这样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没给幼苗,就是还在育苗核中的菜苗浇过浇素水 建议不要给幼苗浇,它们比较幼小 掌握不好浓度,会损害菜苗 而且育苗核中的土壤少 如果浓度不合适的话,也不容易调节 对菜苗的影响会比较大 半个月前,我直接把浇素渣用来给果树施肥了 看过这个视频的朋友,会不会为我捏把汗? 这样做行吗?浓度会不会太高了?树可以承受住吗? 今天给大家看看它们的情况 当时我基本上是直接在离树根20到30厘米的周围 加了浇素渣,堆肥土,还直接倒了一些存存的浇素水 其实量是不多的 但是从大家对浇素的使用习惯来看,还是很多了 葡萄是种在大花盆里的 底部是空的,和地面是连接的 相当于是种在地里的 不用多说,看看葡萄的叶子多茂盛 已经结了很多的葡萄了 树莓是在花盆里的 现在已经发出很多的新枝了 当时我就在旁边施肥的 百香果是种在地上的 在两颗中间施的肥 看它们都长得非常好 没看过我给果树施肥的朋友 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再结合今天的分享 相信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用酵素了 不用再纠结酵素的使用浓度问题了 不过还是要边用边观察植物的生长情况 我们用的浓度高了 就要注意使用的频率不要太高 要是天天用这个浓度浇菜 可能也会有问题 我基本上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用一次的 或者更长时间才用 总之,酵素是菜园的好帮手 是不花钱的肥料 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